今天請來何超儀 接下來她又化身她最愛的搖滾歌后 搞了一場別開心面的音樂會 究竟這個音樂會有多特別? 聽她說一下 昨晚晚上我家看電視的時候 就見到一個廣告 廣告都幾psychedelic 好迷幻又好搖滾 又飛得很快 佔得很快 很多顏色 就是因為Josie 何超儀準備要開這個演唱會 就是演唱會的廣告 沒錯 這次這個演唱會 是否繼續搖滾 繼續rock 一定是繼續rock 但是這次的演唱會 自從去年4月6日開過一次 我和John Wong第一次合作過之後 我們去年在獸神劇院 一個比較小的小劇場開 我們就拿來做一個實驗 做一些視覺上的 製造一些Hologram 鏡啊 周圍都反射 因為我聽聞那個演唱會 是自一開場 因為獸神劇院其實是很小的 但是他給了一個感覺 就是一個visual 給大家是很大的感覺 有一點令到大家相信 那些叫什麼? dimensional shifting 即是直接轉了 空間轉移了 是 突然之間是否有很多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令到大家感覺那個場面很大 有很多不同的投影幕 周圍都圍著鏡 是 就是層層疊疊疊 是 然後聽聞是那次的演唱會之後 反而很好 其實你想立刻再開 其實本身都計劃了兩個 其實我是很想去嘗試 做一個show case 是可以有視覺的效果 還有很tip-top的視覺效果 那介紹一下我們身邊 John Wong John很厲害香港 非常有名的 魔術大師 他是魔術大師 大衛高拍飛 是的 很多香港的演唱會 或者很多舞台劇 都有參與 是的 在視覺上高 阿張你做何超的演唱會的時候 他是不是給你很多空間 去想怎樣去做 無限 無限空間 因為可能做不同的藝人 其實都有不同的樂趣 當然 而某一種藝人 可能他的風格 已經定了某一種類型的歌 他很難無端端做一些很實驗的事情 香港其實比起外國 其實少在音樂會上可以做很多很實驗的 視覺設計的效果 何超就很不同 他有個形象 他有個形象 是比較trend 比較前 做他就好玩一點 在這個角度上面 有時候會給他一些概念 他想要什麼 或者他要求什麼 他要求什麼 一個字 爆 爆 你還要爆個上司 對 這樣就行了 我什麼都可以做 但其實那個空間很大 你怎樣去想 怎樣爆 什麼叫爆 其實很空泛 其實就是想那些觀眾 其實我們很想去 distract那些觀眾 我不想他們只是來很 dry地看別人表演唱歌 因為這件事大家都看了幾十年了 現在是時候要介紹一些新的東西 以前是流行用燈光的效果 現在我想燈光都玩到七七八八了 現在都不會說演唱會不預約燈的 但主要就是 你試試一下吧 不預約燈的演唱會很棒 雖然現在又有黑暗的演唱會 派一些電筒給粉絲 你想看什麼就自己照 其實你是想想想一些新穎一點的 還有可能說現在新科技可以做到些什麼 是不是這樣 你說一下你的名字 即是那些音樂會有個名字 我的名字呢 因為今年適逢是這個 胡士托 Woodstock音樂會的五十周年紀念 所以還有今年的時裝 都是流行回去那些 六十七十年紀念 所以我覺得如果時裝都流行 其實音樂、電影所有都有影響 所有創作業的產業 那我就很想致敬這件事 把自己的海報搞到這麼悲哮 其實是跟Jimmy Hendrix那些海報去做藍本的 還有找了一個非常有名的 厲害了 這個是香港最厲害的掃描師 他厲害到的程度是怎樣呢 厲害到可以畫貓 有很多貓的 畫到那些貓好像照片一樣 畫佛像 那些光暗影 哪裡亮 哪裡暗了 他是畫到好像照片一樣 是 所以其實我這次的project 是總共出六隻單曲 七吋Picture Disc 七吋Single Picture Disc的 Vinyl 黑膠長片 黑膠長片 每一隻都是用不同的 我們Josie and Uniboys的 band member 養造 全部都是他畫的 都是畫出來的 拍了照片 然後對著畫 順便要問一下你的新歌 水語 為什麼 最近我們都聽到這首歌 大家很難想像 黑膠是一個水語 不是啊 在他心目中 他又覺得自己是水語 不是啊 不像嗎 不像 不像 我開個條件給他說 任他玩 這樣也不是水語 不過我相信他 他不會找我 是 但是是否因為你覺得 很多人都是 是因為你的背景的關係 或者你的名字的關係 所以有些人都會 在你身上拿著數 所以你才有 拿了很多次 我十幾年後才知道 十幾年後都OK 中醫都知道 最重點是 中醫都知道 是啊 所以你就要寫這首歌 沒錯 這首歌是為我申訴的 申訴 因為大家都沒有想過你是這樣 因為我看過那些訪問 你又說 其實你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又被人欺凌 經常被人欺凌 大家很難想像 在你身上會發生這些事 那我去讀外國的那些書 不知道你是誰 就是你小時候 就算香港也有被人欺凌 是不是因為 你那時候 是和你姐姐同一間學校 所以 香港就在姐姐學校讀 但是姐姐都讀到 離開很遠 她在中學 你知道那些中學生 對於那些小學 低班那些 她會覺得 這麼小時候 她只是BB 我不會支持她 就是會這樣的 不需要支持你 不需要支持你 所以學習到你 就要懂得面對這個社會 其實很多時候 人家在找我的笨 就是 兜口兜面找我的笨 我是知道 其實你是知道的 只不過是因為我的星座 我的星座是山羊座 我們是很優雅 我們不會在別人面前 拆穿她的面具 但是轉著面就知道 嗯 以後少見一點 其實提清了 其實你心裡知道的 知道 所以你就想寫這首歌 為自己身中 她告訴那些朋友 我全部都知道了 而且你很厲害 你找黃冠宗 其實本來我想自己寫的 但我監製的Davy 就禁止了我 因為她一聽到 因為這首歌是她作的 即是很奇怪 這首歌不是我們海膽仔作 其實我們作不夠歌 太懶惰 唯有監製說 我在櫃桶底有兩首 適合你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她就認為 這首歌的曲調本身 是屬於Blues Rock 然後我說 不呀 我聽到有一個 即是我不會理你什麼 genre 我聽到有一個音 我就說 不呀 可以填 衰 衰 挺有趣 然後她說 不要拿我這首 這麼高端的歌去玩 你行不行 這個字實在是 答不上我這個 這麼classy的作品 她說 不如這樣吧 我去找Paul Paul最近有創作欲 還有有時間 他想寫東西 找Paul 然後Paul 他就告訴Paul 媽媽想把歌叫做水月 我真的很想知道Paul的反應是什麼 Paul的反應是 好啊 OK 好啊 為什麼不玩 然後David說 我擔心他 如果他自己填 他又寫那些 欺笑露罵 那些 又沒有人知道他講什麼 那 Paul說不要緊 我幫他說 就出面了 出面了 我幫他 然後Paul打給我 問清楚我 你是否真的有故事說的 你肚子裡是否真的有很多職埋的火 要申訴 要申訴 我說真的 你不覺得我走到哪裡都被人找笨嗎 嗯 那也是的 好啊 那我就幫你申訴 結果他寫了出來他的手詞 當然是第二種層次 是更精華 更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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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一些很漂亮的詞 和吃光 吃光個beat 吃光個音 又好唱 又容易唱出那個意義 我覺得你真的很厲害 因為你每次的音樂 其實你找了很多很厲害的人和你合作 就是你國語詞 你每次找范曉軒 然後范曉軒 揭曉原來那首歌是大S寫的 是啊 就是很多 這些驚喜給大家 其實我真的很想問一下 你每次合作都找一些這麼強勁的人 就是為什麼你會 比如演唱會方面找到John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就繼續問兩位 嗯